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技术分析如何配合行动式投资学习法 我们的学员会透过模拟实习户口 运用100万自我实习 由罗Sir教你投资过程的每一步 每一个分析技巧和每一个策略部署 想体验行动式投资学习法的好处 就快点来报读《股票技术分析速成班》 6月11日星期一有夜晚班开货 欢迎网上报名 资财TV 港股周试华理智 美股昨晚下跌 跌幅有161点 跌势也很急 港股今日照例 跟回低开 低开是219点 低开后有反复向上 今天的高低波幅有280点 行指收市报108630点 下跌了60点 跌幅是收窄 成交方面增加了765亿 今天跌幅收窄 成交增加算是好事 后市有什么变化呢 先看投票 今天大市走势方面原本早段不太好 列口下跌 列口低开方面219点 然后走势方面发幅向上 你看到这里虽然是阳烛 阳烛的 阳烛的假设是收市价是高于开市价 收市高于开市是159点 所以这部分为之好 最终的跌幅来说 跌了60点 今天的表现算不错 而且成交方面也增加了765亿 所以走势方面为之乐观 你说乐观之中是否见底下 其实上早我们所谓乐观的假设就是 明天的走势来说是会乐观的 通常这个形态见得到 明天的走势方面有机会上升 所以明天是乐观的 但是你说后市方面 一个星期会不会乐观呢 这个要慢慢等待再观察 最重要是升的阶段 要形成底部才有机会向上 现在来说 我们说明天是比较好的 明天应该有机会上升的 我们看看个别股票有没有留意得到 也有的 30000 30000方面保利协阴 今天收市价1.87 升了0.03 升幅1.63% 成家方面来说1.5千9百万 这个股票来说 走势方面来说也挺好的 当中来说去试试回落 回落到低位 即近之前的低位 然后慢慢慢慢做高 平均线方面来说也升破了 所以这个股票来说10天加权 升破20天加权 近期来说以红色方面为主 红色方面为主 以及这个升破的部分 这个平均线的端位 其实看得到也是漂亮的 所以这个股票来说也有机会做好的 大家要留意下 目标方面看多少 目标来说大家看的水位方面是2.1 5300 这个未先的股票5300 提及到销售方面 复苏方面的速度比较慢 目标价下调到5.8 这个股票你留意到 其实之前来说这个 是跌破了指示位 所以向下走 你见到向下方面来说 没有底位的 多少看得到呢 没有的 其实下面是没有什么位置看的 意思就是走势方面 有机会转一步下跌 平均线方面 也直向下走的 所以这些股票来说 你说捞底是否合适的 也不是的 所以这些股票来说 我们基本上会撩底 因为危险性会大 这些大家要留意 提醒大家 明天星期五 美国有经济指标公布 有什么指标公布呢 就是5月份的失业率 和5月份的 非农业的新增职位公布 我们今次估计失业率方面多少 是8.1% 与上市的数字一样 新增职位方面来说 有15万份增加 上市来说是11.5万 所以这次估计数据来说 是优于上市的 理论上应该 经济好一些 应该美股来说向上的 这个留意下大家 好 明天再见 拜拜